來, 先喝杯 今天我有個消息跟大家說 對我來說是老消息 不過對你們來說 可能是一個小小的壞消息 今天我炒了七爺魷魚 從今天開始 我不再永業銀行的日子 小心, 有魚腩多骨 謝謝文兄 你們有沒有聽過我說的? 什麼?我今天炒了七爺魷魚 人人都猜到了 你天天下班回來懸談的臉孔 怎麼會做得長? 那我們的債務要馬上還嗎? 那也不用, 他答應我可以遲點還 起碼拖他兩、三年 不止, 拖他六、七、八、九年也行 但永業銀行出名追溯辣 真的比我們拖這麼久? 我救過七爺的命兩次 他敢追我? 通街唱的, 唱到人都做不成 十七 我們那筆債你不用擔心 我們酒樓最近的生意好得不得了 兩個年了, 兩個年內我們一定還好 賺錢是重要的, 不過健康還不重要 像你所說的, 七爺魷魚都這麼交關 那能不能做呢? 如果一個不過意, 你得了肝屈 這樣更麻煩, 爸爸有牌給你治癒 鋒兄, 如果在還錢方面有什麼問題 跟我說一聲, 我們一起還 不用… 當然不好, 齊小伯 最近醫路的生意又不是那麼好 最近有個大富有錢人找我醫治他的女兒 每次出診有五十個大洋 誰是大富有錢人? 就是債叔, 上海九爺, 誰都認識他 九爺的女兒病了嗎? 是啊, 真是可憐 十八歲還沒救, 沒病沒痛 在學校做運動, 暈倒了 逐端暈了半年都還沒醒 找了這麼多中西醫體都不行 終於找到我了 爺爺當然傳了家傳避方給我 我記得二十多年前 我醫好了同樣這種病的兩個人 不知道這次行不行? 拼一拼, 看看小孩子的命夠不夠對 其實那些什麼什麼的大富有錢人 每個人都一樣 表面風光, 找到盆滿勃 實質, 晚上在被鬥裡哭也不頂 別說了, 來, 文義兄, 吃一塊肉 不吃那麼多了, 我又悶了肚子 沒有, 債叔說今晚請我吃晚飯 李老爸, 你有錢人 你一向都不認籌 我本來推了 不過想著想著 病人家屬還是要安慰一下 慢點… 柴大夫, 那我女兒的病就全靠你了 老實說, 我真的沒有十足把握 不過債叔, 你放心 我會盡力而為的 行了…你肯盡力就最好了 拜託… 債叔… 債叔, 你以後不用再給我太多診金 我只有一小小的要求 你是開銀號的 不知道你那裡有什麼空缺呢? 因為我兒子跟你是同行 他想找工作 你兒子也是在這行業嗎? 他叫什麼名字?看我認識他嗎? 他叫柴十七 柴十七?不行… 就算你是他爸爸, 我也是這麼說 這個人得罪人多, 稱呼人少 債叔, 我明白的… 我這個兒子有一點難相處 不過這樣, 他很老實 很有正義感 尤其是這兒子, 特別聰明 你不用說了 到初我們這樣的年紀 都是為下一代著想的 謝謝, 總之你治好我的女兒 我就跟你這個聰明兒想辦法 好…謝謝… 慢慢來… 是 柴大夫, 時間到消醫了 好…放在這裡 老婆, 我真是對不起你 在你病的時候 我答應了你很多事 又說讓兒子到大學 成為一位醫生 又說幫忙幫他找回好老婆 三年抱樑, 生了十個八個孫 來拜祭你 我一件事都做不到 兒子現在已經四十多了 他有沒有拍過拖子, 我也不知道 不過算了, 最重要是他開心 我就知足了 老婆, 你在上面也要保佑他 保佑他找回一份安安的工作 老婆, 做回一個開心心的人 千萬不要像以前那樣 被人追債, 追到甩甩甩 哪位? 七爺, 齊十七 是你嗎?什麼事? 是這樣的, 我有些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前幾天我們是不是談過什麼? 我也覺得自己是什麼 別繞這麼大個圈 直接了當告訴我什麼事 我想回來永業銀行做 不過不是跟你 是嗎? 剛好有個空缺 是嗎?中上級職位不是藉屬我的 不過這樣, 不好得過, 跟著我多少 沒所謂… 出來打工一定要收點氣 我明白的… 那遲點找人通知你上班吧 對, 我明白的 我明白的, 我明白的 我明白, 我明白的 我希望可以一句 介紹哪個車 我的相機請你 怎麼接著要從我 我以為我自 Color的 你也不覺得你 我爸爸 你會客氣嗎 不會, 我怕你介意 我們罵過交的嘛 沒相關 反正我們所有部門主管都得罪了 雖然我們罵過交 但我心裡挺欣賞你的才華 希望我們倆可以齊心協力 幫銀行賺大錢 好, 盡力而為 柴先生, 我要提醒你一件事 我們部門是好說規矩 一級歸一級 你怕我有什麼事 會月級罵給七日子嗎? 放心, 我就是不想見到你老闆 才來這裡避難 她沒有說你知道嗎? 你挺幽默的 我們部門就是需要你這種人 說實話, 做實事, 一點也不怕馬屁 祝我們合作愉快 不要再給你垃圾膀 不要再給我垃圾膀 不要再給你垃圾膀 不要再給你垃圾膀 就有得看啦 每日緊貼香港更新 快點下載這個免費藍色App 隨時地播新劇啦